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别五年 君命难为这四个字出自武帝之口 少年轻狂 不提也罢 以后有孤子 欢信便是 多谢君上 确实不知 君上此份密诏陈帝回京所为何事 不急 先随顾去亭中看看 这残局是 当年一局未完 你便被副军传话而去 因为贬出京那日 古令人将此局绘制成 君上竟将此残局收藏至今 如何 古地可愿陪姑下完这局 好 你离京这几年 城中发生了很多事 父君 父君 他是怎么会 得昭三十三年秋冽之时 父君偶感凤寒 并且时好时坏 反反复复 直到第二年开春 终是有尽多苦 皇帝 你还是对当年之时无法释怀吗 父君当年连我出京 直至病重都不曾照我回京今宵 我堂堂一个王子 竟是要在内庭昭告天下之时 讽知自己的父君已经轰视 五夜梦会辗转反侧 我想要回京为他守灵尽孝 可他那道 非找不得回京的旨意 言诱在耳 我 父母在不言诱 你的心情孤独 只不过 身在天家 有天家的无奈罢了